我们都可以为社区尽一份力 共同打造包容社会 2017年财政预算案 将为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士提供更多支援 为了协助残障人士在毕业后能顺利投入职场 我们将扩大职业培训计划 让患有中度智障和有多重残障的特别学校学生也能参加 新成立的残障人士看护者中心 也将为看护者提供更多支援 精神病患者也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国将设立更多师志友善社区 同时协助精神病患者融入职场 政府将增加拨款以加强社区联系 为了提升志愿福利团体和慈善组织的能力 政府将额外拨出高达一亿元的资金 协助这些组织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体育可以加强社区联系 因此政府将在邻里增设新设施 让更多国人在住家附近参与体育活动 政府也将增加拨款 鼓励弱势年轻人通过体育发掘个人优势 接下来五年 政府将拨款五千万元 协助体育进而发挥潜能 另外 政府也将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 为体育捐款提供另外一笔高达五千万元的资助 让我们共同打造一个关爱和活跃的社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